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介绍的知识点就是Work优化实力2 首先呢,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依然还是从Test的表中查询ID,Lam和Address 只不过呢,一个是WearSubstream,Lam15等价于Cindy 一个是Lam likeCindy百分号 第二个用的是模糊查询 第一个呢,是先将Lam这个列哈,计算一下 用Substream函数计算一下,获取它的前五个字符 这前五个字符如果跟Cindy匹配 那么就是我要搜索的记录 好,这两个语句其实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么哪一句话它的这个优化程度更高一些呢 当然前提是我在Lam列上已经建了一张索引 OK,在这两句话中很明显 这一句话第二句话的效率会高很多 为什么说第二句话的效率会高 是因为第二句话,我的Lam这个列的值哈并没有进行计算 它直接去like一个Cindy百分号就好了 而对于第一句话来说 首先我要对Lam做一个Substream操作 而且是针对于Lam的每一个值做Substream操作 相当于我要组行组行去计算 计算完了之后我再去匹配是否是Cindy 那在有索引的情况下 这两个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一个查询会进行全表查询 全表查询计算以后再比对 而第二个呢,我直接先查索引表 查到索引表之后 我再去索引表所指向的ROID 去找到这些ROID真正的记录 去获取出来展示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Useq优化的第二个原则 尽量不要对Well的列来做运算 做运算和不做运算的效率差别是非常大的 请注意 OK,这个就是CQ优化的第二个原则 一定要尽量将对Well子句中列的这样一个运算 移到运算符的右边 而不要出现在左边 好,这个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见 好,这个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好,这个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